玉璃镇靖丝堂进行疫苗施打 有中臣、企摩、永昌、泰昌、国务等15个例 目前已经通知了135位长者 统计施打71位 为了不要有群聚风险将会分成两天施打 一早天气炎热 长者就坐在户外帐篷下等待施打疫苗 有些是家人陪长者来 有些则是自己一人独自 玉璃镇长更是特地前往靖丝堂 来关心长辈们的施打情况 如果家属没有办法接送 请通知村里长来搭乘县政府 来安排交通工具 一日镇靖丝堂进行施打疫苗 6月16号有德屋里、春日里、松浦里、观音里、乐河里、东风里、长梁里、三明里、大雨里、圆城里 总共有15个里 目前已经通知135位的长者 统计施打是有71位 为了不要有群聚的风险将分成两天进行施打 记者高双双预证采访报道